我本人那一刻 然後有時候就會直接這麼做 就是這個 這個同伴他就是已經 就是不在幹嘛就放空了 就是其實 就其實爬到後來都是 大概是這種狀態但是 到後來真的是用意志力去 去苦撐這一切 因為其實你走到後來肩膀炸裂 腳也炸裂其實 你大概隔一兩公里 就會有休息再你可以休息再補給 然後但是我每次背上那個背包 就會後悔說 幹為什麼自己也要來這裡 但是還是用意志力把它撐下來了 然後這個就是看到河本人就很開心 就是一定要來個河影 對 那時候真的是還還還還蠻感動的 那這個是回程的時候 拍的照片 最後我講一個 呃 這個是我們從 我們是從 我們是去回是不同路 比如說下去的時候是A 然後回來的時候是B 這個時候是我們在回程的路上 快結束的時候遇到的 一個一對日本老夫妻 那他們說他們是在 印度住超過10年 然後這次是來出差 然後順便來玩 然後他們就一路上雖然有點 呃語言不太同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們要講 要跟我講什麼 他們就是說 啊像年輕人啊 如果可以有這個機會 海參年輕的時候 可以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然後他們還跟我大力推薦印度 說你一定要去印度之類之類的 就是在這個hiking的過程中 美景雖然美 但是對我來講印象深刻的都是人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才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那hiking教會我的事情就是 第一個就是 遇到事情不要放棄嘛 你一旦設定目標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你就不要回來 對我來講是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當你在看到那些很壯觀的嚴懲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意識到 人類就是你自己本身是多麼的渺小 就是在那個時候 你當下的時候一些 一些煩惱其實在那些壯觀的 呃齒頭面前 你自己其實真的是很 很微不足道的 就是會有這種感慨 然後一些可能你心裡面本身 有些糾結的事情 看到那個美景就會自然的化解掉 就是說 一個人的生命其實是很渺小 然後 不要再糾結一些其他有的 就是開始可能就是一些哲學的東西 但是這的確是 我在hiking裡面學到的事情 還有看到那種很小的草 從土堆冒出來 就會覺得啊 連小草也這麼獨立的生活 那我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耍廢 之類就是 我會自己去找一些 很多人生的道理 對 蠻多細的 蛤 沒有啊 你蠻多細的 對就是我人生的小劇場 很豐富嗎 對 好 那再來說到就是 除了工作跟hiking之外 再來就是我們跟同事之間的互動 那其實我們的宿舍 就是在 國家公園裡面的小木屋 它是獨棟小木屋 那裡面 大概是三個人到四個人一間房間 然後外面有客廳 然後有廚房 有烤箱 有瓦斯爐 等等 就是一個家的感覺 其實基本上你要做菜什麼的都很方便 而且重點是宿舍裡面沒有WiFi 沒有網路 所以我們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去交流 就是 譬如說今天請A同事來吃飯 然後明天請B同事來吃飯 就會多了一些 正常生活來講 應該要有的互動 而不是只是就是在家裡滑手機 或是在家裡追劇 我覺得 沒有WiFi對我來講 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有真正有可以去跟人相處的時間 就是下班晚上 然後有時候冬天很冷的時候 大家一起煮個火鍋等等 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最常的就是會請那個外國人來家裡 然後我們自己煮台灣料理 給他們吃 然後就是 什麼煮咖哩啊 我們來自己從台灣帶咖哩塊過去 就是在那邊煮 或是煮一些 滷肉飯 然後什麼 種子 對 菜桃肉 什麼炒飯 青椒炒肉絲 然後他們外國人就是超愛我們的水餃 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他們好像 都是買到那種什麼義大利湯餃之類 我們還自己 自己去買麵粉 自己擀水餃皮 然後自己包那個餡料 在台灣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啊 就是 自己 扎實的做了一次 就是 水餃的生產者 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會去那個 主管家去 去玩遊戲 他們會邀請 我們幾個台灣 台灣員工去他們家 去玩 等一下 我要看你在哪裡 這有差那麼多嗎 我當然有在裡面啊 有在裡面嗎 我那個時候算比較瘦 但是也沒 差那麼多 你有找到嗎 321 這裡啦 不像嗎 真的不像 不像嗎 我知道我現在比較漂亮 感覺不一樣 現在比較漂亮 對對對 謝謝謝謝 就是 會不會接球啊 不會不會 然後這個是我們 那時候快要接近中秋節 我們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公司的員工 反正也都是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揪我們去烤肉爬 我們就也去 就是一樣在那個 黎明活動中心 就是除了 因為我們二十幾個台灣人 住在一起 其實基本上 都蠻膩的 所以我就會去想辦法 去結交一些 其他的朋友 就是不管是台灣人 或是哪裡人 然後你也可以認識 在其他店裡面工作的歐洲人 就是他們 然後會分享彼此的故事 其實像我聽到有些歐洲人 他們是 真的是借錢 來打工 然後賺完錢之後 就回去 不像我在那邊 還可以 就是我不要找第二份工作 我只要找第一份工作 然後好好的玩 就會覺得說 雖然都是 身在大峽谷工作 但是 背後的動機 就是 完全不一樣 所以當下覺得 我其實是很幸福的 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這邊 算是還蠻幸運的 然後 要不然就是 拜託同事 就是開車帶我們去買東西 就是離開峽谷就好 不管去吃什麼餐廳 然後 去小鎮要買 去那個 大賣場買東西 因為我們 有時候 因為山下 山上的物價比較貴 即使我們有員工價 但是還是比較貴 而且選擇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 想盡辦法放假的時候 就會拗同事 帶我們出去玩 就即使要開車兩個小時 去大賣場 然後再開兩個小時回來 我們也甘願 就是 有出去就很開心 然後 還有 還有幾次就是 會帶我們去那個 中國餐廳 就是 吃一下就是中國菜 就是 速解一下 自己的思想 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在美國染頭髮 就是在峽谷裡面 你其實基本上 還沒有 沒有辦法去弄你頭髮 因為在四個月其實你頭髮 就是 該怎樣就怎樣 亂七八糟 然後就自己染頭髮 自己剪頭髮 就是可能在台灣 不會 做的一些事情 我在大峽谷都做 而且可能這輩子 就做這一次而已 再來就是 我有一個奇怪的就是 嗜好就是 我每天都會做早餐 然後就是在 家裡的庭院外面吃 好多好多早餐 好多好多早餐 我覺得就是我計畫要出版一本 我在大峽谷吃早餐的日子 然後 除了做早餐之外 還會強迫外國人跟我拍照 這個就是去吃中國餐廳 餐廳的一個大叔 他應該是清潔隊的吧 然後 我就有遠遠的看到他 然後我在想說 我不要過去跟他拍照 然後後來就是 還是 厚臉皮跟他拍照 還強迫他跟我比一樣的 壽司 自己強迫他 我強迫他 然後這個阿伯我也是強迫他 不過後來是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然後 他們都很開心 就是 有一個奇怪的人跟你拍照 我不知道開心什麼 反正我就很開心 然後 這個是我在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 靈靈活動中心 他是常常會去健身房的一個 其中一個人 對 然後反正會去健身房 就那幾個嘛 後來就認識 然後 我就因此獲得了 一位免費的健身教練 就是這位大叔 對 然後後來要離開之前 我還有 他還有點禮 然後我就好好 就是有跟大家say goodbye 這樣子說啊謝謝你啊 之類之類之類的 還有這個就是 那個 車站的站長爺爺 就是會跟他拍照 反正就是逮到機會就是跟外國人拍照 對 然後 然後 其實越到後期 你那種 因為離開的時間是 倒數計時 其實你 性裡面是 悲喜交加 一方面 我真的可以脫離這個鬼地方 就是 生活有點膩的地方 然後 另外一方面 就會覺得啊 我的美國時間 就要結束了 因為我們以前 常常都會講說 我哪有 我哪有那個美國時間 做了那麼多事情 然後現在我真的 美國時間快要沒有了 所以 我就會特別珍惜我最後的時光 就會一直去拍照 然後這個 也是其中一個主管 這個是我 欸 還蠻不錯的一個朋友 就是可以跟我合照 都是當地的同事等等 然後這個是在 在俠谷面開公車的一個 司機大叔 就是也是一天到晚都會 來跟我哈拉之類的 後來也是 也跟他拍照 然後 要特別介紹 這個是 DNC 在大俠谷面 最高階的主管 然後 也是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 他就是在巡邏的時候 都會看到我就是一些 好的表現 所以 我大概有十張都是他 八張 八張都是他給我的 那我在離開的時候 特別捨不得他 因為他就是像爸爸一樣 然後 然後他會每次都會說 Jesse You are my favorite 之類的 然後 就是會 就是會很捨不得 就是 在 美國 就是那麼大的公司 然後會有一個 一個很高階的主管 願意每天都 就是親力親為 他也自己去打掃啊 去搬籃子 幹嘛的 就會覺得 他是我一個 還蠻尊敬 然後又覺得很慈祥的對象 那到後來 甚至他 我們在離開之前 有稍微聊一下說 我在離開大小谷之後 有沒有什麼打算 然後我那時候 其實心裡的想法說 我要立刻無縫接軌 去澳洲打工獨家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可以介紹 你在澳洲的DM詞 就可以幫我寫推薦型之類的 我就覺得說 哇塞 就是人超好的 就會覺得說 其實你在那邊的努力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不要輕忽每一個 你在每一個地方的表現 因為可能都是 在你不知道的時候 才會發生效用 對 就是 要好好珍惜這一切 就很捨不得 再來就是講到 最後最後我離開之前 我感受到的心境的變化 就因為生活在台灣 其實就是地下人從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去到大小谷之後 有整個心都打開了 就是不會去糾結一些小事 然後 可能受到當地就是大叔 他們那種 很 就是那種 大畫質的個性 我會覺得說 自己看事情的角度 不再是這麼單一 可能會從 呃 客人角度看 比如說 來自不同地區跟國家的人 他們心裡大概怎麼想 然後這 這也是我覺得 一開始始料未及的 我原本以為 就只是去大峽谷度假 放鬆三個月 但是沒想到 呃 身心靈都放鬆了 這也影響到我 我後來回台灣之後 看是 呃 看東西的角度 我覺得 都是在大峽谷那個時候 不知不覺 給我的一些 一些啟發 到現在我都還 呃 可以回憶到那種感覺 對 但是後來回台灣真的 我發現自己心眼 越來越小 所以我就會 適時的把 當時的我抓回來 去想說 欸 我當時的心態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遇到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想 就會去 回憶說 我當時候覺得 自己心胸比較開闊的那個時候 會怎麼做事情 來計時 警惕自己 這樣子 有什麼差別 你覺得 有什麼差別 就是 因為我其實 基本上算是一個 比較極性質的人 或是 我受不了 人家在排隊幹嘛 又插隊幹嘛 我就會翻白眼 就是 沒有耐心脾氣又差 但是 我會 遇到 後來遇到事情的話 我就想說 可能人家是很急啊 可能比我還急 或是人家有什麼特別的需要 我就會把自己跳脫到那個抱怨的情緒 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甚至後來也影響到 我跟我家人的相處狀況 就是我在家裡就是那種 小霸王 就是 就是 我會 想 就是 會去 努力去 達成 就是說服我家人 我想要做什麼 但是就不會用一個比較包容的態度 去 去做 但是後來會 會用比較 開的心胸去面對家人 去想說 啊 家人可能 他是怎麼怎麼想的 為什麼會說這種話 這可能是我以前 想像不到的 就是 你的心理 跟家人的結 好像也打開了 這對我來講是一個 蠻 特別的感受 對 應該這樣講 在那邊 再來就是要講到我這一群就是 從台灣各地 然後在大峽谷相遇的一群夥伴 就是 我會 遇到他們 這些人 我覺得就是一個得來福利的緣分 因為說實在 我們 回台灣之後要見面的機會 很少很少 然後 我們 有時候聚會的話 都會開始就是 會聊說 啊當年怎樣怎樣 想當年啊 想當年啊 誰誰誰啊 然後一天到晚在宿舍追劇啊 然後一天到晚然後 誰誰被誰追啊 然後誰誰做什麼傻事啊 然後糾事 然後 或是一起幫大家親身 我會覺得說 這群夥伴 他們為什麼會來到大峽谷 其實基本上可能 十之八九都是 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就會覺得說 他們 還有一種革命情感 甚至是跟你高中 或是大學同學 都不曾經歷過的 那甚至我還會跟他們 一起去 就出社會之後 還跟他們一起出國 之類 我會覺得說 就是 對於我來講 參加這個計畫 我覺得最 重要的還是 我跟這群人 他們之間的 一些共同的回憶 會 一輩子都會放在心裡 那一種 就是 嗯 我會覺得就是 每次遇到的人 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就是要 善待 每一個人 因為你可能這輩子 就會見這麼一次面 對 是不是太引述了 不會啊 你這種 很強烈 好 那要休息一下嗎 好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你一直想休息 我要喝水 在廁所 在樓下滾 謝謝 今天人很少耶 今天人很少 不然有人氣就好 欸 而且你 你剛剛那個 嗯 沒關係啊 有直播 反正之後可以看 欸有直播嗎 現在還在直播嗎 有 可是網路有一點不聞 所以我們不能說 那種壞話這樣 對 應該沒有麥克風應該 應該說應該 應該我QA的時候還要直播嗎 還是 Q 那還是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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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slide要做一下修改 Colorado不是那樣皮 而且它也不是 它不是紅色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彩色 是 被抓包 被抓包啊 現場就一個會西班牙文 真的 不會 Hola 所以 你自己剛才講 它嚴懲 因為每個季節的時候 變化非常大 而且嚴懲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當初那個 西班牙探險隊到那時候 他們就是說 欸 這裡好漂亮 他們就是像 你知道他們其實命名很隨便嗎 Colorado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好 記得 又比較有事嗎 它是我妹的朋友 對 你知道 所以Arizona 旁邊那邊 應該是往北 是Nevada 對 Nevada 西班牙文就是說 白雪的 就是因為常年都有雪 所以叫Nevada 那我睡哪裡啊 那我睡哪裡啊 我記得Arizona 其實西南 西南部我真的不是很熟 我只知道Utah California 那邊玩而已 你是常常去美國嗎 沒有沒有 以前就是念 以前就是念美國學校 對阿 50週我們都要背阿 就是他也是覺得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對阿 我是外國人 對阿 因為 你是美籍的 是嗎 不是 我是 美洲人 正在美洲人 跟美國沒關係 對阿 那 這位是Sean 就是 刀血大敗模式的 沒有 他 他 所以 你是被他強迫的來拍照嗎 沒有沒有 沒有啦 因為之前我們現在 我現在在剪他之前訪刊的片子 我們現在會 因為我們 因為他之前去的是IE 是我們公司 然後 他去的之後我還進公司的 然後 那後來就 因為機會 其實去的人 從我們去 從我們公司送去美國 做 美國打工的 台灣學生 跟大陸學生基金 這數 有蠻多的 應該已經有 破萬了吧 應該有基金破萬 然後 那我們現在就覺得說 其實台灣人 還蠻 比較 比較不容易信任性 陌生人 那我們就 希望說 因為 已經有很多人去過 那我們的都是共同學校的 大陸的什麼 中南大學 然後 大陸華僑大學 然後 台灣就是中原 中山 中山 四中 台大政大 我們都有 因為像 那個 傑西 他是 四星 對 四星 可能有一個四星傳集 然後 可能傑西就是排第一個 那很多 很多學弟妹 因為我們是這個 program的學長界 那很多學弟妹看到這種 如果我跟他不是同學校 他看到其實沒有感覺 他說 嗯 那 可能中山你就會看到中山 欸 這是學長 那你可以去求證嗎 那很容易 因為我們是同學學校很容易求證 那你就 那你就不會說 有這種 這個公司 他就不需要再去 經過那個 那種誠信跟上網搜集資料 說確定那公司 不是批高公司 的信任的位置 就降低信任成本啊 降低交易的成本 跟時間啊 時間成本 對 因為這件事情 我自己本身去過三次啊 那 一開始我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 包括我七個人要去 最後只有委員稱 我是裡面英文最差的 但是我是裡面膽子最大的 那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很好嘛 我不是英文其實 所以我現在英文也可以說 因為會服農別人啊 也可以嘛 那 你就覺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對窮人來說 像我是窮人嘛 你看我那個相機 就這種 這也不是什麼最新嘛 最最 古老的這樣 對啊 古老 是超古老的 那 這對窮人 插著腳來說 是一個逆轉勝的機會 你知道嗎 我去那邊 比如說像那種 台灣現在不是Twitter ABC 我都接過他 我們都接過他的電話嘛 框金交 他動不動就 十萬十五萬 的 然後學英文 這一個program 我去的三次 總共加起來 我的畫面大概是個 四五萬左右 台幣 我對他有 我花一樣的錢 可是 效果 對 效果 跟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那為什麼 不推這些東西 就CP值很高嘛 這其實你自己覺得 對啊 我那時候也是聽到 我剛剛講大藝有學家去黃石 才知道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 對 因為你來學姐 我很決定 你有什麼情況 我就只有印象是學姐去黃石 一直有印象 然後後來真的有機會去做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有感覺是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台灣的 是 台灣的社會的一個一個 社會價值觀 因為 沒有拍照嗎 可以啊可以啊 所以我們要一起 你繼續講 你繼續講 沒有說就是因為 台灣社會價值觀 就是父母都會希望說 孩子們 賺錢能溫飽就好 他不會在乎就是 精神上的 我們都是太 我們最近的台灣社會 太注重在物質上 那精神上就很容易就是去 去忽視 那其實這也是很重要 像老外他們就常常會說 孩子就走路帶去公園啊 散散親 踏踏親啊 跟小孩子玩啊 看野餐也好啊 這是什麼 像台灣很少這種 這種 以前有啦 現在已經很少 以前還會 因為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 我媽還帶我去太魯閣 然後那時候覺得我很漂亮 印象非常深刻 雖然說我那時候也才大概 七八歲而已 可是就覺得太魯閣好漂亮 以前以後就會想要帶來這樣 這是我覺得啊 所以我一樣 成一個就是一個旅行家的 一個 一個 像我跟你其實也一樣 一個地方待久 我也會腻 所以 所以你才是那個地方 那也不是 因為我剛好也是應援機會 因為我爸的工作關係 才 周遊世界這樣 拜託你下次來講 改天我們去 Machu Picchu 去秘魯的那個 超想去 超想去 我們去 Machu Picchu 因為之前我去過 那時候才十二個歲 然後就只是爬上 就是你講講那個 海庭的部分 我們是真的是 因為那時候那邊路太小 以前印加他們 印加的原住民 之前的原住民們 他們身上土不把石頭背上去 在那邊建一個村落 Machu Picchu 當初就是一個天文台 觀測就是心象學的 然後是說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只有發現那個 因為他們印加後來就沒落了 他們之前那些遺址 然後我們可能就是後來去猜測說 欸這個為什麼要蓋成圓形呢 可能是不是一個天文台 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去過之後 後來沒幾年 發現說原來在 Machu Picchu另外一個山頭上 又發現另外一個椅子 那個我想去 沒有沒有沒有去這樣 對 可以再去一次 如果看時尚玩家 就可以 Machu Picchu 可以進行 可是去還是要心情準備 因為那個 你這次大峽谷是往下走 我們是要往上爬 而且一定會有高山症 我還去 回來的時候 往上爬 可是我去之前 我還是去紅景天 為什麼 因為怕 紅景天啊 就可以增加你的心肺能力的一些 怕你高山症 對 因為我印象很好玩是去 去蜜魯爐的時候 不是去蜜魯爬 不是去蜜魯爬 蜜魯爬那個 蜜魯爬的時候 他們當地人家喝起來可樂 他們叫Inca Cola 它其實就是一種 Cola 就叫可樂 因為它就是裡面這種 是用藥草去做的 它就是讓你喝了 就是抗高山症 這樣 喝了就不會那麼暈 因為高山症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 海拔的高度跟那個 氣壓 空氣比較稀薄 所以你整個人會 會感覺 對對對 供養不足這樣 所以 Inca Cola會讓你抗憤這樣 所以你就 欸 你就 一路爬上去了這樣 還蠻好玩 趕上去 趕上去 蜜魯爬 在哪裡啊 蜜魯 呵呵 南美洲 北米洲不好玩 再來南美洲 好啦 下次來講 你下次來講 沒有沒有 下次我們來組個旅遊團 就好 不想要講這個 還要準備 你現在是常常去 還是住在中南美洲 沒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外大人定居了 喔真的 那他工作關係 常常都還好錢 喔 現在沒有啦 很好啊 那你明天出去是要幹嘛 明天是公差啊 要去德國 那就是出差嗎 就出差 對 還假如沒有 就一個禮拜而已啊 不是常常這樣 那是去山展嗎 對對對山展 那個CPHIS 我有朋友現在正在參展 他們每 就是外國人都那種 參不完的 對對對 他們是做 他們公司做的蠻特別 是做那種 有聽過那個維基總弄園 就是那個 細菌戰 細菌 然後防疫 然後他們都要穿那種 整級式的那種生活 就是他們家去賣那一個 好酷喔 對 然後他們就去參那個展 所以他現在就去德國是主角 好酷喔 嗯 不錯 好啦 那現場倒數五秒齁 好啦 那為什麼不用 那為什麼 我有喝了 你這是Kino做的嗎 對 Kino好像 現在還在學習 都好用 這個 沒有 因為如果我用那個 PowerPoint以後 叫我在當機 所以用Kino做的 你沒有關那個Parallel 沒有 沒有 OK 沒有 你們實際上你們用蘋果 沒有啦 哈哈 實際上你們用蘋果 是真的 就是我去別的地方 如果不能用自己電腦 我就要做另外一個 但是我還是喜歡用Kino 好啦 OK 接下來進行到下半場 就是 個人我有點噗嚨噗的心態 現在是偷笑是怎樣 好啦 就是 我先講一下 呃 我去 我跟我朋友就是 我跟我朋友 就是在後 後來在那邊認識 一開始我去的時候 沒有認識任何一個人 我是自己去的 然後後來我的旅伴 是在那邊認識的 到現在還是很好的 一個女生 對 Jennifer 好 我們就是從 大峽谷出發 然後到 Las Vegas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我們去了舊金山 還有Sin Jose 就是去 去看他一個親戚 再來呢 就直接 聖河西 再來就是 我們到了就是 尼加瀑布 然後我還去了 美國那邊跟 加拿大那邊 最後 去了紐約 一定要去吃一下 大蘋果 後來我又飛回 就是西岸的LA 自己玩了三天 大事實上的行程 就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自己來講就是 就可以說 啊我去了兩國家 然後六個城市 總共大概24天 就是 把身上的錢 全部花完 才回台灣 就是爽 這個是而已 好 接下來有幾個 實用的小工具 如果我常常出去玩的 朋友應該都知道 就是 基本上你知道 基加九搞定 那其他剩下的交通問題 就會在當地解決就好 然後 然後我最懷孕一個就是那個 City Pass 就是你可以 去搭配你想要的行程 那可能會比較便宜 可能不會比較便宜 就是看運氣 這樣子 我那時候是自己有用嘛 譬如說它會列 舊金山十大景點 然後你譬如說買 兩個景點 三個景點 多少錢 我就會去用這個做搭配 好 在開始之前 有一個 難忘的插曲 就是 當我們從大峽谷野放出來 我要去Las Vegas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等 轉機的板機 結果 我不小心 就走出關了 就是 這個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未知的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麼輕易就可以走出關 而且當時 我身上只有帶一隻手機 我所有護照 跟行李 通通都在 那個關裡面 就是 對 然後後來 我也不知道 我其實不小心走出關 我是後來登機時間差不多 然後我要回去 然後才看到那個 他們那個登機門過案件 然後我心想說 挫賽 我怎麼會跑來這裡 然後於是就趕快 打電話給 給我朋友 後來其實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是 電話都打不通 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就很 很緊急的跑去那個 Information去 去 就是跟他們講的狀況 然後後來後來就是 幸好 那個工作人員很聰明 就根據我的敘述 把我的 所有的行李通通都 都拿回來 越過那個關 拿回來給我 才可以 趕快去坐下一班飛機 那當時我朋友 早就已經飛走了 所以他在 拉斯貝加斯的機場 等了我兩個小時 然後 以至於到 後面我們到飯店的時候 已經大概是 凌晨12點多快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很噗嚨公的 一個開始 對 這樣以後還有人敢 跟我出去玩嗎 不會啦 我出去玩 你就不用幫忙 玩就好 但是 後來我就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了 所以 我還是可以相信的 好嗎 你那天發生什麼事 你自己老師的時候 我自己 我只是想去逛逛 我就不小心就走出來 我就說到現在還是個謎嘛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什麼時候開始走出去 什麼時候開始就是 走出關那個 那個狀況 因為那個 那個時候是轉機的啊 就是亂七八糟 你要記得去機場 要帶條鏈子 不要讓他亂攻 欸現在都是我帶人 好不好 對啊 這就是一個 還蠻印象深刻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輩子都會拿出來 背別人這樣的一個事情 好 然後 拉斯貝加斯有去過 你剛才都知道 就是一個 浮誇的城市 是 怎樣 這樣是 覺得很棒嗎 浮誇沒有 真的是一個很燒起來的地方 就是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大都市 然後會覺得 在那邊就是燈紅酒 你可能去了一天兩天 覺得還不錯 尤其是我們剛從山上晃下來 會看到 哇這個就是城市耶 好久沒有來了 但是三天之後 你就會開始 就會想說 我幹嘛拍了 拉斯貝加斯排那麼多天 對 所以 大概排個兩天 三天 聊天三天就夠了 我們那時候排到第六天 是因為 我朋友說 就是最後一天 好像禮拜天吧 飯店超便宜 然後我們就最後 一天就是 找了一個 還不錯的飯店 就是剛好是 前陣子 就是有槍擊案 那邊 的那個飯店 對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我印象深刻就是 我們去做一個 全世界最高的摩天輪 號稱啊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 因為其實拉斯貝加斯 他們還有那個 可以做直升機去逛 但是我們那時候 沒有選 因為一次好像一百多塊美金 然後我們就改搭這個 就是最高的摩天輪 好像二十幾塊美金 你就可以搭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整個 Vegas的夜景 是真的還 還蠻壯觀的 就是 我不會 我就不會說 我看過的夜景 最漂亮是九份 我就會說 也不是拉斯貝加斯了吧 然後就會看到 啊 所有的一切都很浮誇 就是你知道就是 連我這種沒有什麼少女心的人 都少女心爆發 然後連麥當勞院 浮誇 然後你就可以 就來拉斯貝加斯 就可以啊 環遊世界 巴黎鐵塔 然後就是 這是一個飯店 他們就是每個飯店的外型 這一家叫紐約紐約 然後我後來晚上 還有去他們的夜店 這樣子 就是 體驗一些 呃 城市生活 那還有去吃就是Vegas的 特產就是 Buffet 我大概 六天我們吃了兩次 Buffet 就吃到我快要吐 但是就是 要去體驗一下 然後還有跟我最愛的強力 戴普彩罩 對 耶 再來就是我們下一站到了 舊金山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 呃 有點熟悉 然後又覺得 不是很熟悉 又迷人的城市 因為自己本身家就在 串凍北角嘛 就是一個海港 然後一定要去搭這個叮噹車 就是他們 舊金山 它是一個 是一個高地嘛 然後你就可以去體驗那個高高低低的那個 起伏落差 也算是一種 古老的就是 交通工具 還是用 用人力去 推動 它就是一個軌道 但是主要是人力去推動 在那裡推 在前面就是 那是拉吧 對啦 就是 可能是這裡啊 或是這裡 然後還有絲海鮮 就是好像 生好一顆好像 台幣50塊 我們 我們 我們在 舊金山大概 待三天 又兩天都跑去這個 魚人碼頭吃海鮮 對 然後這個 又是一個 我可以被釣的地方 我有去過 舊金山的魚人碼頭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有去過 淡水的魚人碼頭 所以我第一次會被釣的地方 欸 現在是用鄙視的眼神看我嗎 沒有 我現在就住戰士 我每次會去騎去你們碼頭 好啊 那就是我下次要去找你 好不好 然後就是一定要跟金門大橋拍照 然後還有去金門公園 金門公園就是 被稱為是舊金山之廢 就覺得 欸還不錯 就覺得這種大自然行程 還是比較適合我 所以 對我來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還要再回去舊金山玩 就覺得還不錯這樣 然後後來這個是 剛好我們那時候 在舊金山的時候遇到 10月10號國慶日 那時候的唐人街就掛起了 這個 讓人家感動的一個國旗 就是 居然是掛中華民國國旗 不是掛 就是五星旗 而且寫的是繁體中文 我那一刻真的是 眼淚不自覺的掉下來 覺得 因為在美國生活了幾乎快三個月 然後 其實真的還還蠻想家的 尤其是想食物 就即使你只是看到一個 說你自己國家的東西 會覺得 很感動 而且 不自覺的你有一個 榮耀的感覺 然後會想起 可能以前華人啊 是怎麼樣在 美國打拼等等的 就是我心裡的小劇 常常開始上演 就會覺得 欸其實自己可以在這邊遇到 跟自己來自同一個地方的 感覺是很開心的 然後 再來又是另外一個我覺得有點普隆公的故事 就是 我後來離開舊青山之後去 San Jose 就是去另外一個朋友的家裡 去 去見他們家人這樣 然後後來我要去 呃 飛到那個水牛城 就是要去 尼加拉瀑布之前 我從 San Jose 飛到 波士頓要轉機 然後在轉機的過程 就遇到一個空哨 他就是 我還記得他長的就是 就高高 然後有點黑黑 然後眼睛超大 刻快要凸出來那種 一看到我就 就是說 May I see your passport 就是 他說他想要看 護照 然後 就開始在那邊看 然後 然後就開始說 啊什麼啊 你長得很漂亮啊 說什麼啊 我喜歡亞洲女生 可能我以前 呃還有交過台灣女朋友之類 巴拉巴拉巴拉 反正就是 就講一些小微 然後 然後 我就 我那時候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說啊你要看護照我就給你看 那我就說回來 然後大概美國 每過幾分鐘他就會送 比如說毛毯啊 然後 然後送什麼 堅果啊 還送什麼那個什麼 反正一些哩哩哩哩 好像把什麼 什麼 商務創的東西拿來給我就對 然後拿到就是我旁邊的朋友都擺眼窩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但是我也覺得 欸這個可能是 他表示友好的一個方式 那後來等到大家 呃 機上的乘客都睡著之後 我就跑去後面 跟空哨還有空姐聊天 對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一個 蠻特別的經驗 後來還有 反正他就是一個怪怪的人 還要拍照 然後留什麼 E-mail幹嘛的 但是 重點來了 就是我下飛機之後 還有看到他 他完全就是變一個正常的 然後 就跟我頂個頭 打個招呼 然後他說 Excuse me 剛剛發生的事情是怎樣 是我做夢嗎 就是 你會遇到一些 奇怪 我是哪根基因不對 還是他哪根基因不對 但是我都是會 記得這些 就是旅行中發生的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情 沒有 沒有 就是那時候來不及 他那種我很害怕 他一下就抱一下要親我 我就超害怕的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 就沒事 我朋友覺得他奇怪 就是 就是看起來有點癢癢的 但是完全下飛機之後 他就變成 另外一個人 對 就好像 怎麼有人騎機車 就會馬上飛機車 那個卡通 我忘記 就是奇怪了 對 很甜是嗎 對對對 那時候 好啦再來就是 尼加拉瀑布 就是一個 大家都會以為有瓜 好不是大家 有些人都會以為有瓜 那時候我很感動的 第一次你是第一個 我遇到台灣人 沒有講尼加拉瀑 真的假的 因為我就是住尼加拉瀑 每個人第一個問我問題就是 你那邊有瀑布嗎 然後我就會講砸他 你知道嗎 尼加拉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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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專門解釋說 尼加拉瀑布 沒有瓜 尼加拉瀑布 這樣 我今天可以分享給你 好好好 我很感動 我感動得留一滴眼 這樣 我見你 謝謝謝謝 我很榮幸可以 就是成為你第一個就是 沒有瓜 對 對 好不好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有去搭那個 那個好像叫霧中上以後吧 對 我們就去美國 那個羽衣藍色就代表是美國 那羽衣是紅色的話 就代表是加拉瀑布 那邊 那你在判你那個人 偷偷 然後這個是從那個 美國那邊看過去 真的看到側面 然後後來就是 就是 我覺得我拍到彩虹 就是可以 一直瘋狂拍照的地方 就覺得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去啦 如果你去 去美國的話 可以去一下 因為我的目的就是要收集 世界七大奇景嘛 就覺得 就是順便過去 當然也不錯 然後我就覺得 你家瀑布 它有點特別 它比較不像一般的福家公園 就是 你進去它的入口的時候 你會覺得 可能是一般的公園 但是你沒想到嗎 剛好後面有一個大瀑布 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是 我就是走路去加拿大 就是過一個彩虹橋 對 所以我才說我去兩個國家 雖然去 國家只大概三個小時 就回來 但是我朋友 他就是 他的那個護照是舊的 所以他沒有換 所以後來就只有我自己去 所以就是 奉勸大家就是要做好一些準備 不要跟就是這個朋友一樣 然後這個就是 從加拿大那邊看的 就是整個 可以看到馬蹄星的 全貌 就是 那個時候震撼還是 我還是記得啦 就會覺得說 欸 就是可以親眼看到這個 世界奇景 然後又利用剛好 剛好利用這次機會 覺得 還蠻不錯的 印象很深刻 再來就是 來到了就是傳說中的大蘋果 就是 我去了五天 但是我覺得有點不夠 覺得 可以再去第二次 而且 這五天我之後只有待在 曼哈頓而已 所以之後可能可以 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 我想要去別的地方 要開車喔 而且很恐怖 那個 真的 好我可以 我相信我可以找到 就是可以開車的人 結果我覺得 以一個觀光客的角度 會覺得 欸 紐約真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因為它不只融合了古代 古代跟 古典跟現代 還有融入 城市生活跟自然 那 一開始去 身為就是 電視兒童的我 就會 對這個 Time Square 就是 非常的著迷 就是可能 從小到大在電影看的場景 就是 活生在你面前 就這種感覺 然後就去 一定要去看一下自由女神 對 這才是真的女神 好嗎 然後還有去華爾街經營 我摸一下 然後現在也沒有發財 就是 覺得 就是變人了 好不好 摸錯地方 然後我覺得 紐約的街道還蠻特別的 就是有那種 那個外面那個樓梯 就是會 然後還有去那個西體區 就是你可以看到 雖然曼哈頓就是那樣子 小小的 你去地鐵 去哪裡都可以 就是搭地鐵都可以 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但是 每一區每一區都有它自己 不一樣的風情 像 我還有去它隔壁的什麼小義大利 就是你可能 這條街的左邊是 China town 然後你過去就是 小義大利 就會覺得 怎麼奇怪 怎麼走路就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還 還蠻印象深刻的 然後有看到港港本人 這個是 自然歷史博物館 然後去 紐約一定要去 逛那個 博物館 像自然歷史博物館 就是那個 那個電影 對 博物館經營運 裡面 然後還有去 因為 我還有去那個哪裡啊 就是 這好像是摩瑪美術館 嗯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 瓣谷的 瓣谷的名畫 就是那種 看到那個星空 就是 從頭到尾在美術課本上面讀到 就活生地呈現在你面前 那時候真的就是跟你一樣 感到的落下 一滴雷 那種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 帝國大俠的業績 對 就是 你們上去啊 蛤? 有上去啊 就是我買那個套票 然後就上去 雖然你的鑰匙但是 還是覺得 很美 蛤? 很貴你竟然畫得下去 我都不行 我就是抱著我這輩子 可能去一次美國 這種心情 去完成 帝國大俠 拍出去的 對對對 就是 用手機拍啊 就是畫素都很好 就是盡量 就是唯一找到一道照片 好不好 好 健量一下 然後這個就是中央公園 那我們那個時候是住在中央公園的 左邊的上面 所以我們每次要去哪裡都會幾乎都會要穿過 中央公園 我就會覺得說 生活在紐約就是很棒 有一個都市的架工很完整 然後可以同時又有很多公園 好啊雖然台北市也是一樣 但是就是不一樣 好不好 這樣客人都會上去 客屁會不可以 好這個是紐約之肺 中央公園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定要就是跟那個紐約天際線拍個照 然後我還故意穿那個 紐約 紐約 其實這是台灣買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張照片其實就是我們在紐約住的那個Hustle 我居然在世界地圖裡面找到台灣 然後 然後他那個圖釘代表就是有台灣人去 他才會釘 我就找到了一個 就覺得很感動 那時候真的超想回家 就是 雖然大家都覺得玩得很爽 然後到處去玩幹嘛 但是那時候真的很累 就是旅行到後來 其實很累很想回台灣 然後又在那個Hustle的大廳的一面牆 它是一大面牆的地圖 看到消熱的台灣有被釘上 就覺得真的很感動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我又從紐約飛回到LA 就是 這餐廳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去玩 因為我朋友他 呃 機票跟我不同天 他就自己先飛回台灣的這樣子 然後 紐約對我來講 是一個廣電魂爆發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下本來就是私情廣電嘛 所以 我再怎樣也要來到傳說中的好萊塢 去看一下 朝聖一下 朝聖一下 對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去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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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秋映城 去看片場去玩 那時候我剛好有那個 接近萬聖節 他們很早就會開始慶祝活動 所以都會去跟一些裡面的人拍照這樣子 然後還有去找很多那個 好萊塢大道的星星啊 Robin Williams 然後還有一些 有的沒有的大明星 都去給他拍照 對 當然還是要找到我最愛的強勵大夫 對 就覺得哇 我跟偶像就是有來到同一個地方 這樣子 對 那這個 好 雖然就是強勵大夫 但是我要 我要特別講 就是這個是一個 在好萊塢大道旁邊的一個 一個百年的電影的博物館 就是我是偶然發現到他 然後進去之後就發現 他珍藏了很多那種以前 電影的拍攝道具 還有一些海報啊 還有一些服裝等等 就是 你可以 所以我那時候是起雞皮疙瘩 就是廣電魂就是 這種 百年的電影工業居然在我的面前 這樣活生的上演 就會用一種敬畏的心 去參觀那個 那個博物館 這樣子 然後還有遇到就是 瑪莉莉夢路 這個小姐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個名人牆 然後很多名人的照片 都會過在牆上 就是你進去到那個空間 會覺得是一個 很神奇 很夢幻的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以前的一些 呃 拍攝的什麼 呃 底片啊等等 都是 你在台灣可能看不到的一個東西 就會覺得 哇塞 自己又在那種 歷史的 那個洪流下面 不小心進來的這一切 就會覺得很感動 最後最後我到了一個點 就是66公路的鏡頭 灌頭應該知道 你覺得是最新的公路 66公路就是 它其實是 呃 貫穿美國 嗯 美國的一條公路 它的起源是 Chicago 芝加哥 然後 一路切到加州 對 一路切到加州 然後最後出海 然後出海前的那個海灘就是 Santa Monica 就是這個海灘在加州 然後那時候自己就去逛海邊 因為一直生活在山上嘛 就是還是需要有點海邊 然後這個海邊還有遊樂園 遊樂園也可以玩 就是 就是 是我沒有去玩 但是就會 就會想說 欸欸海上遊樂園好像還蠻酷的這樣子 最後我就是買了一張明星片 然後插在海灘上 就會 就是 Gay Santa拍一張易景照 然後就會覺得 啊 我這趟旅程 覺得身心俱疲 但是 呃 卻很富足的 結束這一切 就會覺得 很感動 就是幸好 我有來這一趟 也幸好 然後 雖然我自己一個人 但是還是 完成了我想要去的所有地方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去每個 每個城市都會 自己寫明星片給自己 應該大家都會 做這種事情吧 好沒有 我沒有啦 應該 一般人應該都會 就是我在離開大小谷之前 就事先買好一堆 郵票 然後 每一個城市我都去買明星片 然後寄回給自己 然後在當下 我就會寫 寫 寫 呃 自己 跟自己對話 就會覺得 呃 我剛剛就說 我想要 有時候心裡很糾結的時候 就想要把以前的自己找回來 那有時候覺得 很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會去把這些明星片翻回來 試圖去找回以前那種很開闊的心圈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跟以前的自己做連結 那我都會儘量的寫 那我都會儘量的寫 就是像你剛剛講的跟自己對話 然後 然後還有幾張我自己寫到睡著 就是剛剛那個體積亂 這樣子 學一學 自己是有事嗎 但是我會覺得說 這些明星片的確是提醒了我自己 真的去過某幾個地方 然後那時候的心情是怎樣 我覺得對於現在的我來講 是一個警惕的作用 也是提醒自己 呃自己曾經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時候都可以過去 那時候現在不能過去 我是用這個心態去看這些明星片 我差點問一下 那時候進到國際機票要多少 航空有 就是你的郵票大概都多少 就是寄一張明星片到台灣 喔因為我是直接買那個 國外用的 對不對 我一直是說那你大概寄一張明星片要多少 好像30塊台幣吧 那難怪我們那時候去歐洲的時候 一張都要100多塊台幣 就是郵票喔 所以不會想要寄機會 你是去紀念地 不是不是就是你去去去 我那時候去愛爾蘭官方的那個 就有 一張就賣你4歐 而且還是國 就是國際郵票 你去拿去嗎 我記得是30塊 你們台幣是帶1塊美金 大概1塊美金 對啊對啊 一點一點多啦 可能就1塊 我那邊要4 我們那邊要4歐啊 所以你問我說有沒有人寄自己 寄郵票給自己 寄明星片給自己也不可能 100多塊 那就是我還蠻幸運 所以在美國就狂寄 而且自己本身有在賣油票 就很好取得 好 那其實差不多了最後 最後要分享 這個是我在那個百年博物館裡面看到 廁所裡面的一塊告示牌 我跟我多無聊 就是這種告示牌要開 就是 If you don't get out of the box you have been rising You won't understand how much bigger the world is 就是也是提醒自己說 要走出你所在的那個舒適圈去看一下 如果你沒有走出去 你永遠只會生活在那個小圈圈裡面 你如果不走出去就會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 你就不會知道自己有多渺小 我都會用一種相對的感覺去想很多事情 就會不會說 以前的生活在台灣可能就是 就是島國 島民 島民思想 但是你出去之後 才會發現 原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都不是你想像的那樣子 那以前可能會用你有知的世界去理解你未知的世界 可能就是經理之外 但是出去一趟之後就會發現 其實很多事情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困難 也沒有這麼簡單 就會覺得說自己有出來這一趟真的很值得 而且又是用生活的那種方式去體驗美國跟旅遊的生活 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最後呢就是常常會有人跟我說 難道就是你自己一個人飛都不會害怕嗎 就是說不怕都是騙人的 但是我的作用也就是 如果沒有嘗試過怎麼知道自己行不行 如果你還沒有去世的話你就自己打退堂 如果你都還沒有去世的話 就用你自己的恐懼去堆積其 堆積那一道牆 你永遠都沒辦法去突破 唯有你自己去嘗試之後 你才會發現 其實是事情沒有這麼困難 一切都是自己的想像在作祟 但是前提是 你準備好了嗎 當然就是不能夠有勇無謀 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必須要有規劃 不能說衝就衝 就是對我現在來講 就是年紀也不小了 所以都會用這種話去警惕自己 這樣子 最後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句話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謝謝 好 接下來就是QA時間 沉默 可以給簽名照嗎 可以給簽名照嗎 簽名照不值錢 好啦 我們就是 好 私下講話 簽名照一美金這樣 好啦 我今天有帶一本書 就是要送給參戰時光 就是我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我 那個時候去 要去申請這個計畫之前 什麼 我講 這個是 我那時候要申請 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朋友送給我生日禮物 那 其實我覺得這個 裡面除了 這樣 其實它這個書名 跟內容其實有一點 沒什麼關係 它裡面講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覺得 不只可以用在打工度假 還可以用在你出國念書 或是甚至你沒有要出國念書 都可以去 在你做每個決定之前 可以去讀一下 這本書裡面寫的內容 去 好好思考一下 那最近 送我這本書的主人 也有問我一些 東南亞國家的事情 我就覺得 這個時候 覺得這本書真是好用 就去看這本書就好了 那就是送給參戰時光 就是希望有更多需要的人 可以去 借這本書 對 然後也是代表 就是滿滿的祝福 這樣子 你要簽個名嗎 對 你要簽個名嗎 要簽個名嗎 我等一下簽好不好 等一下簽 好像有毛筆 你可以順便 有毛筆 有毛筆 我太遠之筆 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 你們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 好 這是聽你分享的 好 好 那今天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